- 包括被点名的一波卡现在也在场上 - 这波进攻时间不多了 - 看一下中,Washband这两分拿到 - 缩绑上面都不会,没办法传到那么多的后门 Washband有个Lowhost的分打机会有了 - 一个小黑 - 因为工程师这边还有一个White - 也是白先生 - 球交Washband,小白助攻 - 这个就是里面没大人 - 就是在护框能力上面就是会下降许多 - 好,这球猜到进局 - 抄不动的话就被Washband轻松的灌进了 - 陈玉瑞算是高风险高后卫的一个防守 - 还是Washband - 今天Washband在 - 应该离归齐不远 - 今年还没有在PLASIC赛场上出赛过 - 球Washband再一个转身的单打 - 这个又是站了一个Diamond的站位 - 然后再去做横挡的一个战术 - 这个战术已经打了非常多次 - 包括网路上还有特别剪辑出来 - 地板球送进去 - 爱尔斯碰到了一堵墙 - 另外给Washband脱进 - 这个就是双塔的优势啊 - 这个球给了有点高 - Washband再救回来 - 大魔王在底线 - 来了 - 上半场个人三个三分球 - 他比较没有那么高的身高去挑战篮框 - 对 - 这样这次要上发球线 - 今天卢俊翔 黄红翰 张正牙 施敬瑶 - 白耀诚 都有分数进照 - 但是他们在被挤进去之后 - 松脚在进局里面就拿到球的话 - 基本上要报价也不容易 - 有机会回到20分以内的差距哦 - 好一段时间球队没有人得分了 - 赶快跳出来 - 对 - 对 - 第二球有 - 第二球有 - 小白 - 这个转身摆脱出来 - 没进 还好啊 Washband不进 - 空档太大了 - 自己都吓了一跳 - 边边小黑 - 选择一个外线也没进 - 也没进 - 哇 - 这一球想他们相当聪明 - 把球拍到板上这里再抓 - 是 - 最后进攻端也是有 - 哇 - 结束 - 小白给正雅 - 诶 - 正雅这个球差点被剥掉 - 再给Washband - 乱军当中 - 哎呦 - 贴上一次的球 - 冰档之后的持球 - 被包夹 - 被包夹 - 我看他们影片说 - 五连胜要放两天 - 六连胜看不到 - 可不可以放三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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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